追星吗 追着谁呀 你问你的偶像 做出的最疯狂的事情又是什么呀 留言说一下呗 相信有很多天有都看到过 那个江西大妈追星假靳东的事 这靳东啊 确实是一个挺不错的演员啊 这人长得帅 演技也挺好 特别是今年好像是主演了一部大暴剧啊 叫底线 在里边饰演了一个法官 这骗子的骗术可以说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日益月期 骗子们为了骗钱呢 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这手段也是五花八门的 他们逐渐呢 就把手伸向了中老年妇女 除了向这些中老年人推销保健品之外 他们还特别喜欢用靳东这个形象去骗钱 咱们本案呢 就是一位老大妈被假靳东诈骗的事 并且是倾家荡产的 这位大妈是西安人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起假明星诈骗 我家住陕西西安的肖丽琴 十年五十五岁 2020年五月份从单位里刚刚退休 他老公邓超华是个国企职员 还有两年的时间才退休 两个人育有一子 已经结婚 目前还没有孩子 退休在家的肖丽琴 除了舒适房间之外 剩余的时间就是去小公园里和认识的大姨大妈去聊天 有一天呢 他再一次去了小公园里锻炼身体的时候啊 就遇到了多年前没有联系的高中同学陈美玲 老同学见面自然话很多 小李琴就想起了他们当年上学的时光 不仅感慨岁月如梭 他对陈美玲说啊 你看上去保养的很好 而且穿的也挺时髦的 你是不是过得特别幸福啊 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陈美玲则笑了笑 我这都离婚十几年了 现在是一个人过日子 我离婚那会儿 我儿子刚上初中 他爹那个王八蛋就知道赌博打麻将 他自己挣的那点工资啊 从来就没有替补过家用 全部都是扔到了赌桌上 可是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 既然我搭的这个活儿这么拖我后腿 那我还要他干什么 不挣钱不养家也就算了 还想让我伺候他呢 想的倒挺美 所以我一气之下就踹了他 想他那种没有责任心的王八蛋 只配孤独重劳 离开那个王八蛋之后啊 我这心里轻松多了 对了 你怎么样啊 听老同学说离婚了 一个人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萧丽琴他居然也很羡慕 他叹了口气说道 你说咱们女人结婚是图什么呀 我家那口子也不是个东西 早年刚跟我结婚的时候啊 他就跟我说 他就是因为没有分到事业单位 才取了一个工人身份的我 还说什么 老子要是事业单位 才不会要你呢 你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现在即便是老了 也是个糊涂东西 十年前 我们家那房子要拆迁 我当时坚持要钱 可是我家那口子愣着要房子 可是结果呢 这都十多年了 那拆迁的房子还是没有建好 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给分下来 也就是因为拆房子的事 肖立心两口子炒了不止一次的家 那由于拆迁房迟迟没有分下来 他们两口子在儿子结婚的时候 不得已又给儿子花钱买了房子 只是给儿子花钱买房的时候 是掏空了他们所有的积蓄 以至于让他们至今都带租房的住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肖立前对丈夫邓超华抱怨颇多 最终就成了怨恨 再加上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本来就没有多少感情 因此到现在 也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婚姻关系 两个老同学在小公园里聊了半天 临走的时候 二人又是相互的加了微信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 他们经常联系着一起逛街 一起参加旅游群 有的时候吧 还跟着一些旅游 一起去省外旅游 渐渐的二人就成了 无话不谈的老闺蜜了 那天两个人又在一起逛街的时候 陈美玲就给肖立琴 推荐了一个某音账号 她说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玩某音 你也玩玩吧 没事的时候 可以打发一下时间 这位老闺蜜推荐的抖音账号 名叫东蒂 上面的人物头像 是一个五官俊朗的中年男人 肖立琴看了一眼那个头像 立马就认出来了 这个演员叫什么来着 他是不是演过那个叫 叫什么伪装者里的明楼 对吧 当时这个电视剧挺火的 我可喜欢他了呢 陈美玲子笑着 对啊 他就是演明楼的劲动 他还演了好多电视剧呢 我可喜欢他了 他演电视可带劲了 年轻的时候还演过周总理呢 很帅吧 肖立琴也觉得 确实挺帅 现在很多年轻演员都没有他帅呢 那你也下个抖音账号吧 你关注他 现在虽然是越来越老了 但是可以有个精神一拖呀 像小年轻们说啊 追星使人快乐 我现在就追他 几乎每天我都会看他的剧 我觉得人生充满了幸福啊 陈美玲笑呵呵的说的 肖立琴也看过 靳东演的不少电视剧 对他也是很喜欢 但是吧 听说要在手机上安装某一软件 他有些发愁了 哎呦 我不会弄啊 以前我儿子也让我下个抖音 看看里面的短视频 我弄不好 我记得那块我儿子教我 我是怎么学都学不会 我真是太笨了 没事 我教你 其实这事挺简单的 陈美玲一边说着 一边拉着他 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 然后就手把手的 叫着肖立琴 向某音去注册账号 说来也挺奇怪的 肖立琴儿子 教他玩这些的时候 他就学得很吃力 但是陈美玲教他 他居然很快就学会了 在注册了一个账号之后 肖立琴就关注了 陈美玲推荐给他的东地账号 从这天开始 肖立琴就学会了玩某音了 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对东地的每一条信息 都很关注 而且对他推荐的东西 也都会购买 回到家 肖立琴还让自己的儿子 给他下载了很多 近东的照片 一有空的时候 这两个女人就侧照一起 讨论近东 并且还研究着 怎么把近东的照片 设置成手机屏保啊 两个人开心的 就像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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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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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